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手机为什么会落在这儿啊 你又为什么会来到这儿 说话 小松出事了 他叫我来这儿找他 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出 出啥事了 他杀人了 小松的那个女孩现在太深了 可惜 最后我没劝住她 《红桥集团》怎么走 你从始至终就没有想过 这个事可能跟你儿子没关系吧 我出来那段吧 他脾气挺不好的 一直在跟我犯号 我问他啥他都不跟我说 王萍也跟我说吧 我就琢磨着 可能正是他跟他女朋友 楚黄了的那段时间 我就毁在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 还给了他一巴掌 我一再寻思着 是不是我不打他那一下 他就不会犯事了 反正不管咋的 我不想让我儿子走我的老路 所以你就想到了顶缀 你说我现在是 我现在啥都没有了 要想救自己的儿子 只能靠自己呗 姐姐 都消灭了 我那房子也是我自己点的 因为当天下午 黄毛当着很多人的面 说要烧我的房子 我就琢磨着 你们要问我杀人动机啥的 我也好拿这个来说事 反正在去 虹桥集团的路上 我就想 如果看到这个 严虹桥还有一口气 我马上给他送医院 哪怕下半辈子 我伺候他都行 结果一去了现场 死的不是一个 而是仨 严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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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场子扩大了 咱仨一人嫩子处认党 日子越来越好 你看这爹妈还有啥可说的 来 走一个 庆祝咱老爷 成家立业 干 干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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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